好 那接著我們要來分析佩托拉 她是在競技場重新復刻的一張卡片 好 那這張卡片的懶人包就是 你有華光在刷她就好了 其他隊伍真的放下她的效益不高 好 為什麼華光會需要她呢 因為她可以 持續的幫你轉出魔族強化符石 這對於華光的隊伍技能非常的有幫助 那華光她本身是消魔族符石會回固定的血量 像是她最下面就沒有血 所以她等於是幫助華光這一隊的回復力 會更加的穩定 而且增傷也有幫助到 那這個增傷幅度呢 大約是2倍以下 因為木屋是連擊增加40%嘛 那這邊只有30% 所以大概就是1.5到2倍之間浮動 然後隨著你的消的combo數越多 所以這張卡片的實際增傷幅度是不高的 不過她跟其他的常駐增傷不一樣的是 她是CD6 是魔族增傷 常駐增傷中最短的 所以如果你考慮到一個要CD比較短的增傷的話 或許你可以帶她 或者是解純光魔族成就的話 也可以帶她 那目前比較適合配她的除了華光之外呢 還有五折天也是可以配的 純光魔的一個配置 所以你有這兩個隊長 再考慮換這張角色就好了 那其他的其實不是很必要 像是這幾些 其實都可以放她 但是沒有到很實用 好 我們再來回來講這個佩托蛙她 她那個 呃... 如果說你要持續增傷的話 她的條件是你必須要消除魔族符石 可是你在一開始開她的時候 除非你的隊伍技能本身就有產魔族符石 不然 就會秒開秒斷 所以 她會比較適合放在能夠自產出 魔族符石的隊伍中 比如說像是 剛剛有提到的華光 甚至是 這些沙彈 然後夏娃 五折天都可以 像是秦始皇本身沒有幫你自產魔族符石嘛 所以就比較不適合放進佩托拉了 好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介紹一下同期的魔族 魔族常駐增傷 像是孤禍鳥 你看這個增傷就直接給2.22倍 整個幅度很夠 然後再來是土蜘蛛的優勢 其實土蜘蛛比那個 如果你們要解成就的話 她是比佩托拉更有優勢的 因為她一開始進場就可以開了 所以她 潤魔族CD數最短 其實是土蜘蛛 對 好 那再來是 這個吸血機 吸血機也是 有兩倍嘛 直接給兩倍 所以增傷幅度都比佩托拉還要來得高 所以你單純追求一個暴力的話 佩托拉可能就不是你的最佳首選這樣子 好 那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點數不夠的話是不用換啦 因為現在華光也沒有什麼人在玩了嘛 然後其實你會發現到 五折天的大部分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攻略也沒有放上佩托拉 因為 就現在的環境而言 五折天她的平坦就已經很給力了 所以事實上是不太會需要再搭上一個長度增傷啦 那隨著版本的推進可能就會需要這樣的角色了 所以 你玩五折天 你還是把這張卡片換起來會保險一點 大概就是這張卡片的所有分析 那些卡片 那些卡片 就在這裡 你還是要把鈔片 搞定你怎麼回放 你還是不可以 那些卡片 你還是不到 可以